在之前的剧情中 高太明终于找到了白光莹 但是他属于沉睡的状态 需要缔结契约才能唤醒他 但是庞尊也是一定不愿意 想要夺北白光莹 于是两人一同开始唤醒光仙子 但是光仙子是不可能被两个人同时唤醒的 他肯定要认定其中一个主人 就在两人共同唤醒的时候 光仙子醒了过来 庞尊当看到他没有染上高太明的性格的时候 一位光仙子是他唤醒的 是属于他的 不料想在他攻击高太明 带走光仙子的时候 光仙子就已经给自己释放了魔法 如果不是高太明唤醒的自己的话 那自己就永远无法醒过来 所以说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主人 那就是高太明 这也就是尽管庞尊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高太明 但最终还是高太明唤醒了光仙子 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之后 庞尊恼羞成怒 怨恨光仙子不选择自己 而选择一个人类 全身都喷涌出了一股雷电力量 可以想象 之后他与光仙子一定有一场恶战 这时候画面又切到了文西那边 文西三人终于打开了黄金之屋 找到了金界 也就是被金王子封印的法器 文西使用了自己的魔法度恨锁链 但是再怎么用力 都无法将这只如此巨大的宝剑拔出来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 这只宝剑应该要靠他与铁锡之间新的感应 而不是用自己的门力 他慢慢走到了剑的面前 真的看到了铁锡的面容 文西利用了黄金屋黄金的力量 和自己的锁链相结合 使出了金银语 准备解开封印 而在另一边四位叶楼力战士 都是赶到了来帮助其那 但是冰公主的决定确实没有改变 还是想将整个世界封住 并且她还暗示其他人孔雀 她身上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还没有说出全部实情的时候 冰公主已经开始动手冰封世界了 一众叶楼力战士 也是纷纷动用自己的魔法抵抗她的攻击 但是她看到了监鹏能和植物对话 是植物的朋友 她决定不再攻击监鹏因为植物的朋友 她不想伤害 但是她并没有决定放过其他人 就在大家继续奋起反击的时候 心灵店长及时的出现了 但是和冰公主只是短暂的叫受了几招之后 就被冰公主冻住了自己的右臂 只要冰公主一挥手